台铁便当去年销售量高达1053万个 不过今年上半年 在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下 销量衰退三成五到四成 索性随着台湾防疫成功 安心旅游即将于7月上路 台湾铁路管理局也携手辖下 北中南东六个餐务室 分别推出七款不同口味的元气便当 包括台北的绍兴鸡腿排 台籍乡村蔬食便当 台中的麻油松板猪便当 高雄的玉建元气便当 台东的红梨平安便当 花莲的梅基田园南瓜饭便当 以及七堵的氧气人参鸡腿便当 台铁主任秘书严文中表示 这七款元气便当 都是采用在地新鲜食材制作 而且只在6月24号到7月31号这段期间 每天限量贩售150个 因此要尝遍这七款口味的便当 只能搭火车环导一周才有机会 而且它标榜的是使用在地的新鲜的食材 所以它每一天都是限量 每一天都限量只有150个 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安心旅游吗 所以我们当然鼓励各位多多去旅游 所以如果你要尝遍台铁的七种元气便当 很抱歉你真的要得还倒一圈 这七款元气便当中的绍兴鸡腿排 是严血嫩鸡腿排 以绍兴酒 红禄酒 枸杞 当归 冷藏腌制 一夜入味 再以烤箱蒸烤及烟熏提味 口感绝佳 香春蔬食则以香春拌饭 并以三杯猴头菇为主菜 梅基田园南瓜饭则以料理油饭的方式 爆炒香菇 虾米 绞肉 再与南瓜炒饭 主菜梅香鸡排 更以珍酿多年的腌渍梅子熬煮而成 红梨平安便当则以骨类红宝石搭配排骨 充满浓浓的圆棉风 麻油松板猪更以黄金六两肉与麻油姜片 编出香味 光是用看的就令人垂涎三尺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